民主行动党白沙罗国会议员潘检伟早前说,行动党若走马华,只为华人争取权益的道路,那将是死路一条,沦为与马华相同的下场。 对此,行动党中伪留天球,炮轰潘检伟后知后觉,因为这个忠告,他已经说了两年,可是没人要听,该党在过去执政期间,没有听取基层的声音。 行动党在西蒙执政期间,曾一度被政敌嘲笑为静静,似乎是走了马华的老路,最终在2020年2月的喜来登行动,被夺取中央政权。 刘天球授寻时说,不能当马华2.0的论述,其实并非兴事。早在西蒙执政时,已经在党内外都提出,然而被置若罔文。 昨日刚推出新书改朝换代,大逆转的刘天球说,其实潘检伟所说的论述,早已出现在他于2019年5月的贴文中,一切都清楚记录在其新书中,不能成为马华2.0。 我之前在党内党外都讲过很多次了,但是他们没有要听。你看我的新书,里面就有写到了。 他也质问这名,曾不点名指他,是华沙的党同侪说,我当年2019,在党外讲的时候,你在做什么? 在这篇名为我们还能继续保持沉默吗?的文章中,刘天球提到,如果行动党对于认为是错误的事情,保持沉默,就会沦为担心,让特定领袖不高兴,而不敢发言的国阵成员党。 我们想要让行动党变成第二个马华吗?选民并不想要此事。保持沉默方式,是国阵的方程式。这个方程式,也给他们带来了灾难。 刘天球指本身,在2020年12月,也曾贴文,呼吁行动党纠正选民认为,已经趋向马华2.0的误解。 他在文中提出,大家已有这样的印象,所以行动党必须要纠正,不要让人家继续误以为我们真的是马华2.0。 他指有些支持者和选民,是认为行动党执政后,没有凭着过去的理念形式和谈话,产生错觉。然而不能够怪罪人民,而应该自我振作和争气。 2019年,仍是由希望联盟执政。然而刘天球,已经针对许多争议性课题发生。其中包括成任同考、莱纳斯、接纳跳槽者等,更曾提出当时的西盟,面临民怨深,及民莫重的情况。 刘天球曾在其中一个文中质问党内领袖,当情况往错误的方向发展时,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沉默? 一些人,在批评部分西盟领袖,在执掌政府后,就变得有些安静。我猜要有联盟纪律,不将家丑外扬,也很平常。所有的不满,能够也应该,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。 然而向来在党内视为大炮的刘天球,就在这则文章中提到了自己,在党内耗尽所有平台,都无法解决,自身忧虑的情况。 在毫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,只能对外发声,你必须要发声,否则你的选民,就会有错误的印象。认为你不在乎了,我只是个大嘴巴,想要曝光率。 可能有些人这么想,但现实是我,没有其他选择。许多我提出的议题,我已经耗尽了内部管道了。